单次交配时间8小时左右 你敢相信真的有这样的动物存在吗 在自然界 生存繁衍就是所有动物们的第一要义 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 为了更好地延续自己的基因 它们都会将繁衍这件事放在首位 甚至于连很多动物的外观和长相 都是为了下一代所做出的准备 就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孔雀 雄性孔雀 为了让对方多看自己一眼 会用开屏的方式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你可能也发现了 在自然界中 一些鸟类的雄性一般情况下的外观 相较于雌性会更加的鲜艳和漂亮一点 这样的外表 其实也是为了让它们更容易地得到异性的青睐 这样也有利于自己的基因得到延续 很多的动物在交配期大的出手 甚至不惜失去生命 这也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繁衍后代的目的 而还有这样的一种动物 它们为了能得到异性的好感 将自己的基因很好地延续下去 它们的方式则是延长交配的时间 这种动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马导稿里 第一次见到它们 可能会觉得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但它们的个头 却要比狐狸小上许多 作为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全长只有70厘米 其中尾巴还占了少一半 因此 它们的大小 其实和猫咪更为相似 但就是这样一种个头不大的小家伙 却是世界上交配时间最长的一种动物 单次交配时间长达8小时 马导稿里 作为世界上交配时间最长的动物 也是马大家斯嘉岛上的特有物种 你对它们有了解吗 它们为什么演化出这样的能力 它们主要分布在马大家斯嘉岛上 主要的食物以一些体型不大的哺乳动物 鸟类以及爬行动物为主 但它们偶尔也会吃一些螃蟹和昆虫 全身都覆盖着较为浓密的短毛 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们皮毛上的斑点 当然在它们的身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一定就是它们的交配时间可以持续8个小时 那么问题来了 它们为什么会演化出如此之长的交配时间呢 其实这和它们的生活环境有不小的关系 狮子熟悉吧 它们的交配时间是有名的短 基本上都在几秒之间 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环境 非洲大草原上危机四伏 而处在交配阶段的动物们是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它们不得不加快每次交配的时间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而马岛稿利因为生活在岛上 所以一直与世隔绝 最主要的是在岛上并没有什么大型的食肉动物 最大的马岛蒙体长也不足一米 因此根本对它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更不用说人家喜欢吃一些鸟类和爬行动物 对它们完全没有兴趣 因此它们就不用担心繁衍所带来的的威胁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之所以能达到如此之长的交配时间 雄性的丁丁骨功不可没 单次交配时间长达8小时 马岛稿利是怎么做到的 根据交配时间选择伴侣 交配中途不满意 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马岛稿利有多奇葩 首先要说就是 在它们雄性的身上拥有一种特殊的结构 丁丁骨 有这种结构的雄性 可以加速异性的排卵 并且延长它们交配的时间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们可以保证交配的成功率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它们的这根骨头非常长 一般都在18厘米左右 要知道这样的长度 直接占到了 它们整个身体长度的六分之一 因此也就知道 它们为什么能拥有这样的能力了 和大多数的动物一样 它们的获取交配权的方式 其实也是决斗 赢了的那一个 就能得到雌性挑选的机会 而雌性的挑选方式 其实也相当简单 谁拥有最好的体力 谁能在交配中坚持更久 那么谁就可能有机会 繁衍自己的后代 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若是在交配的过程中 感觉到对方和自己的预想有区别 或者不满意 那么它们会立马选择 另外一个更为强壮 交配时间也更长的雄性 等到终于找到雌性满意的伴侣之后 雌性就会与之组建家庭了 随后等到大约三个月的孕期结束 又在出生的时刻 雄性就算是将自己的基因成功地 延续下去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